你要畫色籤筆,但常常會有很多疑惑嗎? 還是很好奇,同樣是初學者的觀眾 通常都會詢問我關於色籤筆哪一類的問題呢? 又或者,你看過我很多部的影片 但還是有很多色籤筆的問題無解嗎? 那麼今天這部影片就非常適合你喔! 嗨,大家好,我是Gina 又到了吉娜的手繪課的時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題是 關於色籤筆,我最常被問到的10個問題 至今交了兩年半的色籤筆手繪 我常常收到來自四面八方詢問的疑難雜證 更尤其去年5月開始經營YouTube頻道之後 我常常會收到觀眾的留言 詢問關於色籤筆各式各樣的問題 然後我就會發現 必須說,因為大家的問題實在都太像了 於是今天的影片就來分享哪些問題是觀眾特別常問的 在這裡我一次整理給大家 或許如果遇到類似的問題的時候 可以參考這部影片得到解答 而或許這樣的懶人包也剛好解決你的疑惑喔! 然後我要借此順便呼籲一下 除了是要詢問色籤筆課程的訊息 請不要再私訊到我的粉專 詢問任何關於色籤筆的問題 那如果正在收看影片的你呢 真的支持吉娜老師一直持續拍攝免費的教學影片 跟大家分享關於手繪技法或是相關的題材 請有問題就留言在YouTube的影片 你才能幫助我的影片觸及率 才能真正讓我持之隱恆的分享影片喔! 那我會盡量的抽空回答你的疑惑 在此啊,非常感謝大家的支持跟體諒 總之呢,如果你很好奇 大家都會問我哪些色籤筆的問題 就跟著我一起看下去吧!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記得按右小角訂閱我頻道 並且開啟提醒的小鈴鐺 記得選全部的內容 你的訂閱支持就是我持續創作影片的最大的動力喔! 第一呢,就是水性色籤筆 或者是油性色籤筆哪個好 哪兩者差別在哪裡? 這大概是隆燈我最常被問的問題的第一名了 其實水性跟油性的色籤筆一樣好 它們各有各的等級之分 而不論是這兩種類別啊,直接拿出來比較等級 否則啊,就不會有人買油性 或者是有些人買水性了 那如果有看過我上週影片 開箱瑞士卡達Luminus 100色 也知道啊,其實還有LAB性的色籤筆 而硬要說的話 其實粉彩色籤筆也是一種類別 而水性色籤筆跟油性色籤筆最大的差異 其實在於它們筆心的材質不一樣 那外觀看起來雖然差不多 但水溶性色籤筆其實比較像是做成筆狀的筷狀水彩 可以說是水彩結合色籤筆的混血兒 於是啊,水溶性色籤筆是可以溶於水的 而油性色籤筆跟辣性色籤筆比較像 油性是色粉加上的植物油當作黏著劑 而辣性色籤筆則是通常使用蜂蠟或者是石蠟 但是這三種色籤筆都可以直接乾化 不需要另外添加任何的煤材 只是就一般人使用來說呢 水當然是比較容易取得的煤介 那如果你買水性色籤筆還可以加水運來 做出類似仿水彩的效果 那這樣一盒色籤筆就有不同的用途 而一般人使用油性色籤筆的時候 通常還是使用乾化的畫法 而為了之後的色籤筆進階課程先做準備 我最近也剛好入手了 油性色籤筆專用的調和用 再陸續跟大家分享我的使用心得 第二個問題,色籤筆可以點幾次顏色 那我曾經測試過啊 如果按照我自己慣用的疊色方式 在同樣一個區塊裡面 我可以至少疊到25層或者是更多 那如果你可以畫的跟我一樣輕薄 並且用的是專家級等級的色籤筆 你可以疊到20到30層 但如果你的每一層都非常厚 可能3、4層就無法繼續疊色了 而除了比的等級之外 你的下比例道跟你選用的顏色 也會大大影響疊色 例如你一開始就用非常重的顏色 下比例道也非常的用力 自然後續如果要疊比較淺 比較亮的顏色 可能就無法達到你要的效果 所以這個問題基本上沒有一定的答案 但其實疊幾層真的不重要 只要你懂得運用最基礎的疊色技法 就可以像我一樣疊到至少25層 並且畫出想要的效果 第三就是專家級跟學生級的色籤筆差在哪裡 大家常常說一分錢一分貨 而在色籤筆的世界裡面的確就是如此 那專家級跟學生等級的色籤筆 除了專家級的色粉 純度比較高 可以畫出比較鮮艷飽和的濃郁感 你可以輕易的感覺到 只要用一點點下比例道 你就可以畫出非常鮮艷的顏色 更可以做到色籤筆很講究疊色能力的需求 那此外呢 專家級色籤筆除了疊色能力強 你也可以從淺色疊到深 等級高點的色籤筆呢 你也可以在力道控制得宜的時候 再從深色疊回到淺色 而另外一個差例大概就是耐光性了 就像我上部影片提到的 如果你今天是專業等級的畫家 已經靠畫畫為生 有客戶付錢請你畫畫 淺光性高的色籤筆就能保持顏色的色澤 或許真是你的需求 但如果你還是學生 或是真的沒有這麼高的預算 其實用學生等級練習就非常足夠了 我個人是直到開課教學之後 才正式買下人身低和專家級的色籤筆 而身為色籤筆初學者而你 當然不需要有買昂貴的色籤筆 才可以畫好畫的名思喔 那第四個呢就是 一定要學過素描才可以學色籤筆嗎 那就我個人的經驗而言呢 答案不是絕對的 像我自己就不太擅長 也不太喜歡畫黑白的素描 因為顏色正是我的強項 我覺得色籤筆讓我畫起來比較有成就感 但我絕對同意的是 今天不管你學的是色籤筆、水彩還是油畫 很多時候呢 還是要仰賴素描的基礎觀念 例如基本的光影變化、透視原理 或是空間造型的概念 只要你的觀念通了、懂了 今天換學其他工具的時候 即使是第一次使用 你畫起來都會頗具說服力 所以我現在實體課程教學的時候 常常不只教的是色籤筆的技法 而是會分享手繪的基本概念 結合色籤筆的彩色特性 去跟學生分享畫畫的基礎 我自己是覺得一開始打基礎的時候 分享觀念遠比一直傳授技法來的重要得多 是說吉娜手繪課色籤筆零基礎系列的課程 又要開始招生了 我會從哪筆開始 從你穩扎穩打的教你畫畫 這次開了入門班 跟以往的八堂課為一個系列不太一樣的事 這次會以四堂課為一個系列 讓想要報名的大家比較沒有時間的壓力 另外也會規劃登堂體驗的主題課程 請有興趣的大家鎖定我的粉專更新 或是記得追蹤我的手繪IG 接著記得私訊找我本人報名喔 第五個是蝶色為什麼會不均勻 這也是超多人問我的問題 即使我之前已經拍過幾部關於蝶色的分享 但我還是常常遇到觀眾問我類似的問題 我會建議你可以參考這幾部影片 色籤筆蝶色技法 色籤筆蝶色練習 以及色籤筆蝶色技法2.0 裡面都有非常實用而且重要的蝶色技法分享 基本上這三部影片看完 應該多多少少都會幫助有蝶色問題的你 所以請看完這部影片之後 快點去看影片參考喔 也可以報名我即將招生的實體課程 我會現場親自手把手的指導你該如何蝶色 以及跟你分享各式各樣非常基礎 但是非常重要的色籤筆技巧 竟然讓你畫出細膩豐富的作品喔 第六就是色籤筆可以混合品牌 或是混合油性、水性使用嗎 那就我個人兩年半的色籤筆經驗呢 雖然我自己有特別固定使用的品牌 像是瑞士卡達 Supercolor 或是德國灰國 Polychromos 但我會因為針對一些特殊的需求 而添購不同單字的色籤筆款式 甚至會油性、水性混合使用 我個人認為呢 如果你只是純粹乾化 不會另外添加任何其他的媒介 其實呢只要是你疊得上去 真的沒有什麼是不可以的 也不需要由不同品牌 就不能混合使用的顧忌 但我必須說呢 每一家的筆都有自己的特性 要是你還不夠了解 或許你混合使用的過程呢 就會感到挫折 但只要你畫得開心 並且成品是你自己喜歡的 你當然可以混合不同品牌 不同材質的色籤筆 但就像我常常跟大家分享的 創作呢 有時候真的就是要突破框架 勇敢的畫畫 即使金娜老師跟你說不行 你都要有勇於嘗試的勇氣 自己去試畫看看之後呢 或許啊就能找到答案喔 第七呢 就是油底色的紙張畫畫的好處 我在上實體課程的時候啊 都會請學生準備一本 油底色的素描本練習 很多學生因此覺得很疑惑 到底油底色跟白底紙張有什麼差異 我個人畫色籤筆的時候呢 很喜歡用油底色的紙張畫畫 因為油底色的紙張 已經幫你先壓了一層中間掉 只要先畫出輪廓線 並且陸續稍微提亮 或者是壓暗 你就可以做出非常粗階 但可以看出整體大致色料的程度 那相較於白色的紙張啊 需要從無到有的創作 油底色的紙張呢 對於初學者來說 是蠻有效率的練習方式 也有很多色籤筆的插畫夾 按用油底色的紙張作畫 你也可以參考我這兩部影片 油底色的紙張畫畫的優點 或是色籤筆透明玻璃質感技法的影片喔 第八呢 就是為什麼我明明畫得很厚很飽和 但就是不立體呢 我發現很多人認為飽和的定義呢 以為就是用同一種顏色 很大的力道 在同一個區塊塗滿 這樣子做呢 就可以做到飽和的效果 但這樣說好了 今天把顏色的飽和度呢 從1分級到10 你可以分成10次上色 那每一次呢 可能只用1的程度 按用不同的顏色 不同的疊色方向 甚至是不同的力道啊 畫到10的等級 就能比你一次只用一種顏色啊 畫到10 來得充滿層次之外 也同樣就能做到 你要的飽和效果 飽和呢 不代表用一種顏色啊 塗好塗滿 而是要懂得運用不同的層次啊 去營造你要的立體感 這樣有學到了嗎 你可以參考這部影片 色籤筆畫出層次感 也可以參考前面的第5點啊 提到的3部影片練習喔 那第9呢 就是初學者應該至少要買多少色的色籤筆 那如果呢 你今天是一個零基礎的初學者 那我會建議呢 至少購買24到36色的色籤筆工具 那就可以足夠應付 許多簡易的禁物零模了 也不會造成經濟上太大的負擔 要是你買的是盒裝的色籤筆 那也可以另外選購一些 較為淺色的單支筆款 因為盒裝的筆通常比較鮮豔 也比較厚重 對於某些局部的疊色 的確就比較難發揮 那上過我的實體課程的學生 都知道啊 我個人很愛用蒼黃色啊 膚色啊 蒼粉色 或是蒼藍色打底 再陸續的進行疊色 大家也可以試試看喔 第10點呢 就是 為什麼我明明有很多色籤筆 但總是選不到我要的顏色呢 這就是很多人感到困惑的問題 選色 那如果你今天是熟練的色籤筆畫家 其實少少的顏色呢 就能畫出完整的作品 反而是對顏色不太了解的初學者 才會需要更多的顏色 但我真的不鼓勵啊 大家一開始就買好買買 一來呢 你會依賴挑選已經配好的顏色 而無法訓練自己的混色能力 二來呢 其實啊 你真的不需要這麼多筆 雖然我的色籤筆工具啊 真的已經非常齊全 當然也是因為我有教學上的需求 但我倒是很享受啊 用少少的顏色畫畫的樂趣 除了可以訓練自己的混色功力 也因此不用思考要換什麼顏色 節省了不少畫畫的時間 那我認為呢 與其一開始著急要買一整套完整的顏色 倒不如啊 先試著反過來想想 如果今天我只有12色 24色的色籤筆 我該怎麼去發揮自己的想像力 運用這些現有的顏色啊 畫出我要的效果呢 那試著勇敢嘗試啊 各種顏色的混色 我相信呢 一定會訓練到你選色的直覺喔 那10點的分享呢 都非常實用 也希望一次可以回到很多人的問題 那如果對影片內容呢 有任何的問題 或者是你有特別想要看的內容 都可以在影片底下留言處留言給我 你的留言呢 都是我日後拍攝影片的靈感參考 我會盡可能回答大家的問題啊 或者是感想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並且想給我一點鼓勵 也請你多按讚留言或是分享 讓影片觸及到更多的人 也歡迎加入我的臉書粉專 吉娜吉普賽 或者是追蹤我三個不同主題的IG帳號 一個呢 是關於旅行斜槓的生活 一個呢 是關於手繪畫畫 以及手帳的紀錄 一個呢 則是新書創作的分享 歡迎三個帳號都追蹤 都支持喔 另外呢 我頻道裡面有非常多 適合初學者的手繪課程 你都可以在吉娜索惠客系列影片裡頭 看到更多相關的教學影片 畫畫是你自己的事 不用跟別人比較 你畫的開心最重要 請記得訂閱我頻道 並且開啟提醒的小鈴鐺 吉娜索惠客 我們下一個堂課見 掰掰